那么现在是北京又想起了空袭警报 今天的十点到十点二十三分 然后现在是空袭警报 因为刚才是想起了预先预先警报 这是空袭警报 大概要想三分钟然后听一下 主要是为了培养国防安全教育 我住这个地方非常不错 风景非常优美 看看我何边环境 这就是空袭警报 我们听个全程就录制一下 空袭警报也是有知识的 我待会再说一下 我现在准备不是很充分啊 这个想警报的地方距离我这不是很远啊 就在那边山里边呢 我能感受出来啊 今天北京是全市五环以外的部分区域 像这个啊 五环以内不行啊 而且也不是全北京乡 而且也不是全北京乡 哦 哦 空袭警报就这个声音啊 他真的分一三种啊 一种是预先警报 一种是空袭警报 还有一种是解除警报 今天上午北京就想这三种警报 这是第二种 待会我还要录第三种 解除警报是什么样的 不能光让我们培训 我录个视频也得让你们了解了解 学习学习 加强这个教育 好 这个空袭警报就完了 我本来想的是在视频最后一边 给大家普及一下空袭警报的知识 然后我查了一下 好像也没啥可聊的 所以就不说了 那在这里咱们也祝愿世界和平 是吧 打什么仗嘛 对不对 一帮坏人打什么仗 是不是 愿世界和平 愿每一个人幸福安康 点个赞 爱你们